下面讲鲁化物 就讲讲三鲁化棚吧 后边可能还涉及到一点其他氧化树的棚的鲁化物 一带而过 棚有四种三鲁化物 浮、绿、绣、点 这些鲁化物都属于贡价化合物 这四种一个系列的三鲁化物 如果都是贡价化合物的话 就有这样特点 后边我们还可能遇到这一类的 比如说硅的四种鲁化物 耶稣这样 它们的融废点很有规律 都是随着相对分子质量的增大而升高 三幅化棚气体 三氯化棚气体 三氧化棚液体 三点化棚固体 这个规律 对于整个系列都是 供价化合物的时候是非常明显的 这四种鲁化物 这四种鲁化物均无色 下面看三鲁化棚的结构 棚原子SP2等性杂化 三个单电子 有一个空轨道 这个杂化我们已经见过了 在讲无基本的时候 就说了是这样杂化 这样三鲁化棚 就应该是一个平面正三角形结构 其实这一点我们在讲杂化轨道的时候 举的可能就是三氯化棚吧 有一个没参加杂化的PZ轨道 这就可能形成派电 因为周围有三个鲁素原子 鲁素原子那对电子多的 一个单电子 三个对电子呢 七个P电子嘛 那个单电子和棚的杂化轨道的单电子 已经成了西格玛剑了 这时候鲁原子一个充满电子的P轨道 可以和比如PZ拿出来了 和刚才旁边PZ就可以形成一个派键 派键是指它的对称性 头对头了 它这个就得是肩并肩了派键 但是有配位键性质 配位键谈的不是对称性问题 是谁提供电子 电子是哪来的 不是一人一个 这就是配件性质了 因此说 鲁原子充满电子的一个P轨道 可以余知 这个知刚才讲的是 这个空的PZ轨道 就和它形成具有配位性质的配位键性质的派键 是有形成这个的倾向 一旦形成了这个派键 就会使中心的棚不再缺电子了 形成三个希格马键 没达到白玉体 如果再形成一个配位键 就达到了白玉体结构 一定程度上解决了缺电子的问题 因此有这种倾向 我讲了 其中一个鲁原子跟中心成派键了 实验测测看吧 是不是这么回事 比如三幅画棚这么一侧 这三个棚浮测完全相同 这是三个都形成了呢 还是三个都没形成呢 这就有问题了 所以只有一个鲁原子 与中心成派键的说法 跟实验不太一样 因此可以认为 像三幅画棚有大派键 这个大派键怎么形成 鲁提供一个PZ轨道 三个弗 各提供一个有对电子的P轨道 四个轨道 几个电子 不是八个吧 六个 因此形成一个派四六 看看这种说法对不对 从实验中找根据 到底是三个弗都没合彭成派键 还是三个弗和彭成了大派键 成了键没成键 那你从键长上 和原子半径的关系来考虑 反正总之都相等 三个键完全一样 或者是都没成 或者是都成了 一侧呢 三幅画棚中 这三个浮棚键 它们的键长 比棚原子的半径 加上浮原子的半径的核 要小 而且它小很多 那首先还有个工价单键呢 所以小很多的话 比这个小 说明确实还是形成了大派键 本来如果形成工价单键的话 按照我们的定义 正的半径 负的半径加起来 就相当于那个键嘛 如果要是相同的原子 那这个键长的一半就是半径 按这个数据一算 小 明显的小 所以还是成了大派键 其他的这些三鲁画棚 由于鲁离子的半径比较大了 你说它形成派键也好 形成大派键也好 轨道的重叠程度 都很小 都很小 测的结果呢 还是三个鲁鲁剑都是一样的 一样长 或者说形成了很弱的大派键 鲁本来很小的 周围三个绿 很难接近了 那三个点的话呢 更不用说了 摆不下 所以呢 它们的结构 也不是那么稳定了 由于这个派键也好 大派键也好 在其他的三鲁画棚中 显得不那么重要 那对于解决中心棚的缺电子问题来说 三绿画棚 三绣画棚 三点画棚 解决的不怎么好 不如三绣 三绣 三幅画棚也觉得好 下面看一下啊 三鲁画棚的性质 那肯定三幅画棚是个典型的路易斯酸 可以和氨 这样的路易斯碱发生反应 生成酸碱配位化合物 其余的三绣画棚 它的派键 或者说大派键 轨道重叠得很小 中心棚的缺电子程度较大 我说了 三幅画棚很明显 有派键 解决了它的缺电子结构 所以其他的这些三绣画棚 中心缺电子程度还大 因此它的路易斯酸性 比三幅画棚还是要强一些 缺电子那就是路易斯酸性吗 把这个三绣画棚或者三幅画棚 这个酸和氨这个路易斯碱 高温下反应 可以得到一种大分子的氮画棚 一个氮一个棚作为一个单元N个 大分子的氮画棚 一千度 氯和氢生成氯化氢 氮和棚又是三五足的 一千度 这个三五足的氮画棚 如果把中间换成两个碳 就成了石面石墨了 你看看这个氮画棚也有层状结构 一层一层的 层里边看都是六元环 这是氮画棚 石墨的结构 我们中学的时候还是接触过的 看这石墨 这石墨 一层一层一层 层里边都是六元环 大分子的氮画棚和石墨的结构很像 但是也有不同点 石墨层一层之间 从上往下看 层一层之间 这个原子的位置是错开的 不是说上面这个 这层和下面这层 不是这么完全对齐的 错开一些 这原子的位置错开了 错开了 氮画棚呢 从上往下看 原子的位置 对的都很齐 不同 跟石墨不同 对的齐是齐 它也有点不一样 不一样 原子的位置是对齐的 但是刚才这个图 就没看出来 光看原子位置对齐了 这回看着了 原子的位置是对齐了 这一个白的 到这层 蓝的 白的 蓝的 这说明 原子的种类不同 从上往下看 不是说原子位置也对齐了 对齐的还都是那个 同一种的 不是 而是一层棚 一层弹 这么交替排列 位置对齐 原子不一样 要想得到这种 大分子的淡化蜂 还有些什么方法 比如 用三氧化 例如这里面的蜂 和蚌蚌 或者是用 蚌酸 或蚌砂 这里面都有这种蚌 绿化蚌 里面也有蚌 总之有三族的蚌 有五族的蛋 都可以得到这种方法 但是我们最早讲的这种 用蚌化蚌的反应 为什么这么讲呢 因为这是最点核的一种做法 产物比较纯 得到了这种与石墨之后 相似的淡化蚌 石墨在一定的程度下 高温高压下 可以转换进行 变成具有金刚石结构 那样的判断值 我们的这种漫化蚌 跟石墨也有这样的相似之处 在区画界的作用下 高温高压处理 也可以转化成 具有金刚石结构的淡化蚌 这种淡化蚌的硬度 非常高 淡化蚌这种三五族材料 跟地氏的碳形成的这种材料 有跟石墨差不多的 不要去做高温高压处理之后 又可以转化成 跟金刚石差不多的 所以这个三五族的材料 和第四族之间 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下面来看 乳化蚌的水解 把三分化蚌注入水中 发生鲜解 气氛砌 三分化蚌和水 所以澎和水解出来的 氢氧根结合了 变成藤酸 浮和水解出来的氢微子 变成了浮化蚌 这是最基本的关系 各种三鲁化蚌都有这种基本的反应 但是作为三浮化蚌水解生成的浮化蚌 它还有进入于三浮化蚌作用的 这样如浮化蚌和过量的三浮化蚌 再反应 那这回得到的 就应该是浮喷酸链 结合在一起 正是它的缺键子结构 把那个浮离子结合了 然后生成了氢微子 得到浮喷酸 但其他的三鲁化蚌 由于比如三绿化蚌 绿化蚌 三秀化蚌 秀化蚌 蚌的半径很小 这四个浮还好 要四个 其他的陆秀电 大概就不太行了 浮喷酸 是一类很稳定的画蚌 举个例子 就知道它的肯定性了 浮喷酸链 浮喷酸链 就可以作为一种试剂 有还是比较大的瓶子装 为什么我说比较大的瓶子呢 你像绿化蚌啊 硝酸链啊 这瓶子都比较大 如果瓶子小 二百五十颗的瓶子 十颗的瓶子 一颗的瓶子 或者里面只装零连几颗的 多少毫颗的瓶子 那小的那种东西 就很难得到 不太稳定 大瓶子这个东西 浮喷酸链 很大瓶子 很稳定 也不难得到 所以说 浮喷酸链 是一类很稳定的画蚌 这是三股化蚌的垂解 其他的三股化蚌垂解石 就到生成 彭酸和相应的五化氢的位置 三股化蚌生成六化氢 就到这一步 怎么水解 想想这个实力解答的机率过程 三股化蚌水解的时候 彭本来是三股化蚌是S2的话 它可以进行一个转变 变成S3 这是S2 可以变成S3 有个空轨道 这个呢 三个雅 三个雅道 都跟三股炉成电 这个变成S3短化之后呢 这三个雅电 这有一个空轨道 就是这个空轨道 使得水解成为可能 拨出一条杂货轨道 接受水解的时候 水分子的进攻 这是S2的话 当水进攻的时候 它变成S3短化 这是水 这是水 占据了刚才我说的 S3短化者空轨道 然后形成了一个四配位的中间体 这不是水解最终的这个成物 这是个中间体 注意 水下来的 水解 那是要鲁化氢分子离去 水下来这么上来的 现在这个鲁化氢离去 解掉一个鲁化氢 剩下鲁化氢 到这个时候 SP3短化中间体 再转化成SP2短化 这样就是一个鲁原子 最后变成了一个鲁化氢 有了这种基底 那你接着来吧 再上一个水 再上一个水去一个鲁化氢 上两个水去两个鲁化氢 所以就水解了 关键是什么 可以SP2杂化变成SP3杂化的中间体 有一个空轨道接受水分子的进攻 那四氯化碳我看看 我们看看它怎么水解 四氯化碳 它是SP3杂化 SP3杂化的四个轨道 都跟四个氯成建了 它是第二周期的元素 也没有D轨道 所以它就不能形成配位数高于4的中间体 没有轨道去接受水分子的进攻 结果是四氯化碳很难水解 要水解 那它有空轨道 没空轨道 这个水上哪去啊 不行 后边我们还要讲 有空轨道的 比如说鲁 鲁不是第二周期的了 有D轨道 可以水解 鲤 鲤 它不仅能有空轨道 鲤上面还有固定电子 不仅接受氧的进攻 还可以接受氢的进攻 所以像三氯化鲤的水解 后边讲第五足的时候要谈 它的水解方式又不一样 三氯化氮的水解 它没有空轨道 但是有固定电子 因此它可以接受氢的进攻 是两种不同的机理 可以说一种是氢电机理 一种是氢核机理 后边要讲四氯化硅的水解 要讲三氯化氮的水解 要讲三氯化棚的水解 各有不同 三氯化棚是棚的最主要的氯化物 还有其他的 比如我们举个例子 二氯化棚 四氯化二棚 氧化数为二的 什么样子呢 在固体中是这样一个平面结构 这样一个分子 在液像和气象中 是这样一个非平面构型的 看出来了 画的有点像 我们那时候画二氧化碳似的 一个横着的 一个竖着的 总之在气象中 在液像中 是非平面结构 这一样的 这一部分 一个毛色 一部分 三氯化 一部分 一部分